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秘书温一山批评 2016、2017财年财政赤字都近300亿 政府并没有明确何时可以达到预算平衡 政府将在未来十年加强基础建设投资 第一步是公交系统等 华人保守党主席袁海耀则认为 最令人失望的是未来五年只投资合约115亿元 在全国道路交通基建 每年只22亿元 温一山则希望政府能落到实处 你真正说投资基建的话 最后会有带来很好的效应 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是你真的基建有做到没有 你真的有做到是好事 这种保守党一向就是说 你的开支要花在刀口上面 最后要有效果 那么让最后就是说你执政了四年之后 让人民感觉到你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对于自由党给中产阶级减税 但富人就加税的做法 温一山呼吁应争取留住给加拿大创造财富的人 事实上这些富人实在是都带来加拿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如何让这些有钱的人 你让他感觉到就是被抽的税抽的多 他还是愿意留下来 你要想办法在这个中间有个赔钱 预算中还提到2016至2017年 花2500万家元用于加速处理家庭团聚移民 三年内花5600万元增加获得永久居民的人数 和帮助新移民落户 台山同乡联合总会会长朱地珠表示欢迎这些政策 但也希望政府真正去落实 因为我们华员很注重这个家庭团聚的嘛 所以你真的一些名额来呢 就这个对接加拿大的华员 就就个方案就是很欢迎的 希望移民部呢就是将这个政策落实 华人天地记者朱峰 多伦多报道